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 27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致辞 汪洋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3年是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的73年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 经受住了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考验 中国之路越来越宽广 中国之治越来越成熟 中国之理越来越彰显 汪洋强调 今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 举国关注、举世瞩目的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 这次历史性盛会事关党和国家事业既往开来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中共二十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汪洋强调 团结就是力量 奋斗开创未来 我们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 全国人民大团结 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 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 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 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 全力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祖国统一势不可挡 邪阳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侨务政策 更好凝聚侨新、汇集侨制、发挥侨利、维护侨义 让世界对中国多一份了解和认同 让中国梦和世界梦相融相通 招待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主持 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 约700名港澳台桥各界代表出席